而今天不少百货商场也出现了水管爆裂的情形 住家也传出了不少灾情 水电师傅就跟我们说 光是一个早上就接到了将近30通的电话 当中遇到最多的就是水管位移漏水了 还有水塔被震倒了 水滴滴答答倾泻而下 手扶堤旁还得拿着大水桶帮忙接水 不过不止板桥车站拉起喉咙 就连百货公司天花板也被强震 震出一个大洞 头顶出现罕见的瀑布奇景 餐厅百货公司员工一人一扫把奔斗总动员 因为就连竹北大圆百的水管也破了 但不止民生百货强震来袭不少住户的水管水塔都遭殃 水电师傅就说一上班电话找他的人数都数不完 他的水管上面的水管 他标示这个地方在漏水 因为水管被拉歪了 又产生胃移啊 刚从大安区来到永和的周大根跟我们分享不久前才收到的地震水管位移案例 因为光是一个下午就有将近30多通的电话或者讯息指定要找他 修水管通马桶 但一个人处理不了 当务之急只能先以小case维修块地点尽的来做提高周转率 台风的那里台风的时候那个人家大楼水管外墙的塑胶水管被扫破啊 很多这样破掉的 那今天是地震嘛 那地震就引起很多摇晃的很厉害 那很多不锈钢水塔就重心不稳会翻倒啊 毕竟水电队住户来说缺义不可 看看周大哥还在忙着拿器具通盲筒 下一秒讯息马上就来 不得已只能忍痛玩具 是有爆裂的问题 对就是排水器场就是爆开 水管就是地震太严重就导致它爆开 我们那时候要叫水电修理的时候也叫不到 因为他们说大楼整栋楼大概二三十户都漏水就对了 花莲墙镇各地出现不少水灾 婆婆台水表示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各区供水正常 已经请到十三座水库检查 并且也在全省调度二十部水车 全力支援花莲救灾 把伤害影响降到最低 中餐新闻许先附一文台北 採訪莫德 都在东森采经二十四小时 故事直播